今天教大家玩 Insta360 Clone Loop 分身循环特效 会讲一下剪片设定 测试其他移动方式 还会突破官方指引自创神秘玩法 事不宜迟 要玩这个特效你需要 第一所需器材 Insta360 ONE X2 Insta360 ONE RS 又或者Insta360 ONE R 都可以用来玩分身循环 但除了相机之外 你还需要原厂三脚架自拍棍 让你放下相机来拍 器材有齐了 那第二 如何拍 先完全拉长自拍棍 放在地上 选普通影片模式 5.7K 30格 离开相机大约1.5米 用语音控制开始录影 不方便用语音控制 都可以按键开始录 然后才走开 围着相机走一个圈 做些动作出来 这里不一定要走 可以自己加点创意 之后会试给你看几个不同移动方式 走完一个圈 用语音控制停录 或者走完去关机 搞定 入手机看看 第三 点剪片 开了APP 进去剪辑 接着在创意工作室 找这里分身循环 按下面使用范本 再找你想用的片 选择 这个特效只可以选一条圆片 再按下面选择圆筆 这里你要告诉AI知道你在哪里 首先找回自己出来 然后用手指按住自己 它就会开始追踪 完成 完成 它追踪完 你看看它追踪得对不对 追踪有问题 就按这里重新识别目标 如果OK的话就按新乘分身 AI就会开始做事 这个特效不用等很久 很快搞定 搞定后 就会直接看到preview 觉得OK的话 按右上角分享 之后按直接导出 然后就按回出 搞定 你就会得到一条大约7秒至15秒的影片 为什么一条片长度都不同 说之前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大男孩Nick 每星期都会用广东话 去讲360相机教学和产品评测 今次就是Insta360特效教学的第10条片 想看之前的可以在下面找我连结 好我们继续 第四 影片长度 刚刚说到完成影片长度不一 应该是跟你走的速度有关 我发现影片会由开始到圆结 做一个180度的Pan Game 即是你跑着来拍就很快会Pan Game 不过如果你不想影片自转 你可以试试 第五 取消影片转动 只需要在AI制造分身之后 关闭旋转画面 影片就不会再转 背景也会固定下来 这样除了看少些风景 也会显示少了动作 所以我个人就喜欢影片旋转多些 讲起动作 其实你 不走都可以 拍摄时除了发疯的围着相机转圈 围着相机慢跑都没问题 甚至乎围着相机踩单车 但前后转会被剪了一点 又好像官方影片一边踩Roller 一边跳舞都可以 不够啊?不如试试这样玩 第七 神秘玩法 要玩得特别点 按分享之后 下面选继编辑 进入故事模式 选好影片 按自定二视角 之后在时间转 按一下 再按垃圾桶 删除了红色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自由取景了 来到这里 你就喜欢怎样做影片都可以 例如你可以选择 镜头方向 找个適合自己的背景 又或者将镜头放在地上 之后加一个keyframe 再按小行星 做个tiny planet出来 想再加多一点变化 走去片尾 再加个keyframe 之后 这里拉过来 选旋转 将它转360度 直接把影片变得这么瘋 都可以 都是用keyframe玩转换视角 就好了 在这里输出影片 还有点好处 by the way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有用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支持一下我 另外用我下面用的 专用购买连结 去购买360相机器材 都可以支持这个频道的发展 谢谢 好 我们继续 第八 影片画面比例 在shortlab里面直接导出 只有16比9 但如果你要直到影片 入到故事模式 按影片右下角 就可以转换画面比例 9比16比例就适合放igreels 加上音乐很有趣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的IG看看 还有给个like 看到这里都没走 再给你个tips 第九 有bug 这个特效是有些bug的 细心看主体附近颜色 和背景是有些出入 特别如果光线比较暗 某些特别情况 就清楚看到围着主体的框 框边还有些黑影 应该是AI裁展之后 再贴上去的一些瑕疵 所以你们拍的时候 记得找个光源充足的环境 之后我还会拍很多360特效教学 未订阅的就立刻按键订阅我的频道 现在先按这里 看看分身循环的姐妹特效 移动分身教学先 我是特蓝鞋 没什么我先出去拍360 下次见 拜拜